12×12英尺微型房屋的绿色生活居住概念 来自于美国畅销书作者Powers 他花了一个季度的时间搬离自己原来的大房子 住进一个12×12英尺的微型小房子里 过起了靠自然补给循环的绿色田园生活 这引起全美乃至全世界的讨论 人们到底需要多大的居住空间 怎样的居住模式是人们最满意的 经过多方意见的收集 给予建筑师和艺术设计师的讨论 最后认定一个12×12英尺的空间 是目前最理想的 房屋的设计希望可以用上 绿色的可持续利用材料 像是蝴蝶屋顶的设计 可以在下雨天收集雨水 用于房屋周边土地的灌溉 以后也可能考虑屋顶安装 太阳能光板或者是屋顶花园等等 我们真的需要多少空间 我们真的需要多少东西 让我们感到幸福 还有简单的方法 我们可以更加增加我们的生命 使用更少 和在世界上转弱地 和在世界上 这会让我们更加健康的生活 第一个12×12英尺的 微型房屋 已经在皇后区植物园 安置并开放 第二个将于8月份 在曼哈顿下东城 第一公园安置并开放 之后全美会陆续设置 这样的微型房屋 供大家体验绿色田园生活 美国中文电视记者 张同报道 第一公园安置并开放